欢迎来到美厅 那个吃外卖等死的老年人 揭开了人到晚年的扎心真相 当你老了,靠谁养? 每个人都会老去 今天我想聊聊养老这件事 起因是,在网上看到了一个真实故事 事情发生在2020年年初 昆明西南方向 有一座即将拆迁的破败老楼 70多岁的张爱华就住在这栋老楼里 和堆积如山的上百个外卖饭盒一起生活 当时新冠肺炎肆虐,无法出门 他听力几乎丧失,又摔伤了鼓鼓 一跤跌成了失能老人 一开始,小儿子每隔两天就会过来 给他洗澡,顺带着做好两天吃的饭菜 放在冰箱里 后来疫情没法出门 小儿子去的次数减少 每次做好饭菜 就堆在冰箱里 交代张爱华省着点吃 多云几顿 渐渐的,小儿子不去了 一个星期后 饭菜吃光了 小儿子还没来 张爱华饿得不行 就用开水把老茶叶泡开 嚼着果腹吃到饭恶心 也就是那时候,张爱华收到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份外卖 是小儿子给他点的 第一次吃到外卖 饿了几天的他,特别满足 外卖成了张爱华的救命稻草 只是这根稻草也开始逐渐下沉 两个儿子轮流给老母亲点外卖 一开始是每天两份,两个月后变成一次送三四天的份量 因为儿子们发现这样可以节省配送费 一面是不断闯进来的外卖盒 一面是已经坏掉的冰箱 气温回升时 张爱华的家里已经成了腐烂发臭的垃圾堆 吃了一年这样的外卖后 张爱华几经崩溃 他感冒发烧 想让小儿子过来 然而同在昆明的小儿子用外卖给他买不落分 他长入窗 又是外卖送来的一支消炎药膏 吃到了外卖的甜头 哪怕疫情已经缓解 两个儿子几乎没再踏进母亲的家门 张爱华说 他们就是想我死 早点死了 这个房子拆迁 他们就能拿到钱了 而在儿子们口中 生活困难 难以抽开身去照顾老人 还有自己家要养 是他们不去看望母亲的借口 在更多经济窘迫的家庭里 外卖成了远程赡养最方便的手段 积极的一面是确认老人还活着 消极的一面 无异于是让他们吃着外卖等死 那如果家境尚可 是不是就不会陷入这样的死局 作家歌州 六年前曾去采访了一对 拿着高退休工资的知识分子 李老夫妇 李老那年七十 老伴六十八 两个人都是省城电子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两个儿子都毕业于名校 如今都在北京定居 算得上是李老口中的功德圆满 李老夫妇的老年生活 一开始过得还挺和谐 充裕的养老金足够安度晚年 二老经常出门旅游 直到李老心脏病发 得亏邻居帮忙 叫来了救护车捡回一命 然而 当晚被留在家里的老伴 也急晕倒了 在冰冷的地板上躺了一夜 又是邻居敲门 发现无人鹰 才喊来了急救车 两个人都进了医院 李老夫妇的空巢生活 敲响了警钟 他们不是没想过和孩子生活 儿子们各自在北京的房子 都有150平左右 除了一家三口 也足够老两口去住 可两老谁也没主动开口 他们光是照顾自己的小家 就已经每天忙到搅不着地 唯一说出的话 是劝父母去请保姆 但支付了金钱 并不意味着能换来同等价值的服务 加上殴打辱骂老年人的保姆 新闻频发 再请过一次不合格的保姆 体验过老人在家养老 保姆关门称霸王的经历后 这个办法被李老夫妇彻底舍弃 人之暮年 两位老人真切体会到了相依为命四个字的悲凉 张爱华和李老夫妇的状况 绝不是个别家庭的困境 如今这个时代 年轻人被逼成了过劳过滤 拼命挣扎的社畜 中年人踩着双筋的肩膀 自己还扛着生活的重量 老被燃尽了烛光 也求不得安详晚年的梦想 父母的家永远是孩子的家 子女的家却从来不是父母的家 生孩子是任务 养孩子是义务 靠孩子是错误 每个人都在被生活围剿 孝顺不再关乎个人的品格 而是早已成为一种奢侈品 那当我们迎来老去的那一天 会是怎样的场景 主持人梁继章曾对儿子说 我不会要求你供养我的下半辈子 同样的我也不会供养你的下半辈子 当你长大到可以独立的时候 我的责任已经完结 今后无论你做巴士还是奔驰 吃鱼吃还是粉丝 都要自己负责 以前觉得梁博 现在独来实属明智 与其到老了 再去要求孩子养活自己 不如从一开始就坦然而清醒地认识到 每个人都会孤独地老去 想起之前刷屏的广州七闺蜜 七位好朋友凑了四百万 提前二十年养老 付了他们的三十年之约 待我们老师进郊山下 择一两田 建三两间房屋 种两亩菜 挖一鱼塘 瓜果飘香 微风拂面 浩月当空 繁星可见 他们踏破了一百多个村庄 踏过十多条河流 终于在七人初次相遇的地方 找到了梦寐以求的家 房子位于广州近郊的南坑村 一栋三层半的毛皮房 经十个月的装修改造后 成了绿叶先宗式的别墅 纯白色的外观 七百多平的超大面积 还有面向稻田 春暖花开的全景式厨房和客厅 窝进沙发里 四周无边无际的绿叶 直接洗刷掉都市的烦恼 屋里是景 屋外是湿 有的卧室是270度的环绕式观景玻璃 白天沐浴着晨曦醒来 晚上盖着月光入梦 有的卧室直接搭边倒田 伴着繁星入眠 耳边是蛙声一片 室外单独开辟出了游泳池 剩下缠名 便组织家庭聚会 好友 啤酒 烧烤 派对 在回忆里写下最美好的一幕 还有一座由竹子铺成的栈道 直通稻田中央的茶室 挂上围蔓 铺上摩洛哥风格的地毯 出春品茶 雪落温酒 赏月又听风吟 观景也观心 与其惦记着子女 那被现实打得支灵破碎的孝心 不如自己成就自己一番天地 到了退休的年纪 约赏三无好友 如此抱团养老 也是解放自己 日本还有专门做过一档节目 叫七位一起生活的单身老人 七位因不同原因单身 平均年龄达八十岁的老人 在十几年前 提前买下同一公寓的不同单间 开启同居室养老 每间卧室都装有紧急呼叫器 想要独处时便独处 有急事也可按铃紧急呼叫 七个老人互相帮衬 互相照顾 虽然没有伴侣和孩子 也照样活得轻松肆意 看过一句话 我觉得挺有道理 我们注定是孝顺父母的最后一代 被儿女抛弃的第一代 趁现在腿脚还能动弹 还能自己做主 就赶紧为未来做好准备 提前给自己的晚年预留一份尊严 这准备 第一个是钱 第二个是观念 财务自由是所有自由的基础 观念豁达 是余生幸福与否的指向标 广州七闺蜜 各自都有成熟的事业 世界各地想飞就飞 日本那几位老人 也都有着不错的经济条件 78岁的姓子奶奶 曾是NHK电视台的播音员 87岁的田石奶奶 是有40年功龄的企业宣传部负责人 其他几位 同样也是在年轻时 就打拼出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他们的阅历和气度 支撑着自己坦荡面对 即将到来的死亡 这样有尊严且体面地度过余下的人生 一定建立在金钱之上 老去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阶段 但优雅的老去只是一部分人的特权 现实依旧骨感 在该拼搏的年纪 别停下脚步 在该奋斗的时候 别选择安逸 人生就是这样 耐得住寂寞 才能守得住繁华 也许没法活成最终期待的样子 但至少可以通过努力 去无限接近设下的目标 毕竟想要过什么样的日子 就得付出对等的汗水 人到中年 我们都被生活大写八块 好歹在被困境击倒的时候 你还有就地躺下看一眼星空的觉悟 忍不住幻想自己的晚年 大概是在尽全力照顾好双亲后 圣殿老本过一段云游四方的日子 然后和老伴一起 走进早就有朋友入住的养老院 一切有形的事物都无法带走 一切无形的牵挂自在人心 不给孩子添堵 也不给自己招贤 反正下辈子 不论是爱与不爱 我们都不会再见了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